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 活出自我篇 好,我们现在开始 两种妈妈与两种孩子 我的一位女性来访者 看上去温柔小巧 实际上控制欲非常强 她和丈夫合办了一个企业 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 她发现自己的问题非常多 例如,会计算好账后 她会再算三遍 她丈夫负责内部管理 但她对丈夫的一切做法都很怀疑 觉得她每处都做得不恰当 总想教丈夫管丈夫 这些控制欲望可以说是自恋问题 她希望企业的所有事情 不分大小 都要经过她 实际上是经过她头脑与思维的审查 她的妹妹和她丈夫的妹妹 几乎同时生了一个孩子 她发现两个妹妹带孩子的方式截然不同 她的妹妹带孩子时照顾得非常差 经常对孩子爱搭不理 常常是孩子哭得死去活来时 她才不耐烦地摆弄几下 相反 小姑子对孩子照顾得无谓不治 孩子稍有动静 这位妈妈就会第一时间给予回应 她给我讲这个故事时 两个孩子都还只有几个月大 而小姑子就像和自己的孩子有了心灵感应似的一次 这位妈妈感觉自己臀部不舒服 她立即第一时间去翻弄孩子的屁股 竟然真的发现在孩子的屁股上扎了一根针 特别让她奇怪的是 她对两个妹妹的感觉 对自己的妹妹 她的头脑知道这样养孩子不对 她苦口婆心地和 妹妹沟通过 按照心理学 应该及时满足和回应孩子 但是对妹妹的方式 她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情绪反应 但对小姑子 她的头脑知道这样对孩子很好 但她却很容易对小姑子 生出一股强烈的无命火 在这股怒火里有嫉妒 嫉妒小姑子的孩子才几个月大 却得到这么好的照料 还嫉妒小姑子自身 觉得小姑子是一位好妈妈 相比之下 她和自己的妹妹最初照顾孩子的方式 是非常像的 她学了心理学之后 才开始改变对孩子的方式 她小姑子 无畏不至地照顾孩子 孩子的吃喝拉撒睡 玩 吃喝拉撒睡 玩本身就是孩子有意义的 她就是凭着这些俗的不能再俗的东西 和自己妈妈建立了安全依恋 孩子以后也可能会去追求 也可能会去追寻意义 但不会那么严重的抵触俗世的生活 她对妹妹 她妹妹对自己 孩子很忽略 让孩子觉得她的吃喝拉撒睡 玩这一切日常要求 都是没有意义的 该被摒弃的 因此 她可能会形成 矛盾型依恋 或回避型依恋 容易远离世俗生活 去追求精神上的纯净 但这是心灵僻静 是孤独荒芜的圣地 这也是自恋和依恋的一个重要区别 学会了依恋的人 她会拥抱真实世界 而一直停留在自恋中的人 则容易呆在自己的世界里 并认为她才是精神的归宿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